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为毛泽东此次游戏里的拜访对象之一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的头发 虽然何书恒比毛泽东大17岁 但两人志趣相投 同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情谊 让他们成为智友 毛泽东与萧子生的到来 得到了何家的热情款待 何书恒的父亲还带他们参观了自己的菜地和猪卷 热情的何父甚至宰了一头猪来款待两位青年 在那样的年代 一顿饭尚且不易 如此丰盛的食物 也让毛泽东愧不感受 晚饭后 三位青年屏竹夜谭 理想抱负 直至深夜 在何书恒家乡沙田游学的经历 不仅让青年毛泽东被当地奴民的质朴所打动 也深感如何让老百姓过上丰衣族时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型红色游学旅游体验类节目青年的足迹 青年的足迹第三站来到了位于宁乡县沙田乡的何书恒故居 何书恒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同时也是中共一代的代表 在1917年的7月 毛泽东与同学肖子生一等 在游历湖南时途经沙田乡 便在何书恒家中居住了三日 今天我与六位青年学生再一次来到这里 缅怀我们的革命先例 那我们的学生来了 青年的足迹再出发 冲走伟人游学路 第三站来到宁乡县沙田乡何书恒故居 何书恒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工农检查委员等职 为中国革命奋斗了终生 六名来自全省各大高校的青年学生 手朴鲜花 带着无限崇敬之情 向革命先列何书恒同向鞠躬献礼 何书恒故居 为一所普通农舍 建于青乾隆50年 现在是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1876年5月27号 何书恒诞生于此 在此生活了约33年 以何书恒故居为中心 周围的农舍几乎都住着和室的后人们 到现在已经传承到第五代 青年学生的到来受到了当地的热情接待 在现任何书恒故居纪念馆馆长 也是何书恒的第五代雄孙和盛的带领下 青年学生带着对革命先列的崇高敬意 开始参观故居 走进了故居 那我们现在所招的这间屋子是正堂屋 在我们何氏家族族上 如果开一个很重要的飞翼 那么我们就在正堂屋里面召开这个飞翼 台匾上的 应该是念东阁松青对吗 对 这个是1926年的时候 何书恒的父亲何少群 八十大寿 请到了我们这个三乡五邻里的这一些 邻居都来祝贺他 然后所赠出了这块变儿 青瓦屋面 土砖泥柱院墙 何书恒故居为典型的清代江南民居建筑 何书恒是清末最后一届的秀才 他激奋于官府腐败而甘愿在家种田 长期从事私塾小学教育 桃李遍布湖南 这边有一个他当时教的私塾的 一个学生对他的一个肥义 我在别的先生那里读书 要除其八块光阳一年 在他那里读书我拿出五块光阳 他还说不必叫那么多 家里穷一点的学生 他只收一块到两块一年 也有个别的 没有收入学费 在旧环境成长的何书恒 没有落入时代决定命令的宿命 1909年何书恒离开家乡 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1913年春 何书恒以37岁的大龄 考入湖南第一师范 在那里何书恒结识了小自己 17岁的毛泽东 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智友 何书恒批判封建制度 对真理的追求执着而炙烈 也因此在很多方面 创下了年纪最大的记录 湖南第一师范年纪最大的学生 新名学会年纪最大的会员 党的一大年纪最大的代表 所以说他的这个历史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专门来到他的故居 一是缅怀他 第二是学习这个重要的历史事意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 何书恒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在江西转移福建的途中 在长丁突围中壮烈牺牲 十年59岁 实现了他生前立下的 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就我们的先辈 为了我们的这个共产事业 为了我们今后的一个国家的发展 可以奉献我们自己就特别的伟大 让我们就很值得我们现在后辈去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有才华 然后有一颗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 故人已去 革命精神却一直留在后人心中 为后辈所敬仰 了解完何书恒烈士的生平 故居参观的最后 何胜说起了1917年 毛泽东游学名乡时 在何书恒家住了三日的故事 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客房 1917年 毛泽东和小子生他们两位同学游学到这里 这个房间就是相当于他们当时住的一个房间 外面就是书房 毛主席他们两个来的时候 何书恒的父亲何少春海宅来头猪来款待他们 在池塘里面抓了鱼来款待他们 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宴来款待他 还有家宴 对对对 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很丰盛的家宴来 邀请各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家宴 哇 就享受一下这个隆重的待遇 热情纯朴是何氏一族传承的家风 办家宴也是何家的大事 除了招待青年学生 此次家宴也成了何氏家族的一次大聚会 为了筹办好家宴 热情的何氏后人请来了当地有名的大厨 运来最新鲜的食材 挖冬笋 取腊肉 每家每户都在紧锣密鼓地为家宴做准备 我来一个经历大家一起来家 特别好家 我来一个这个时候就挖酒 好挖得好好真得好 当地的老年协会的阿姨们还带来了特色表演 为家宴助兴 和书恒故階前屏好一派热闹的场面 演唱的业务 他对他们关注 我也是 我都是 耶 中和我都智慧 在这儿 有很多人 我都智慧 我都智慧 一百年前的时候 何书恒一家人的盛情款待了他的同学毛泽东 还有萧紫生一道 一百年后的今天 何氏家族同样以盛情的款待来接待我们六位青年嘉宾 那今天我们要吃到哪些菜 我现在就去看一下 师傅你好来来 打断一下您的工作 何氏家宴这个家宴的规模肯定特别大 吃什么菜应该特别有讲究吧 是的 今天晚上都有哪些菜 红烧肘子 白辣椒煮鱼 好丰盛 我看着菜单 这当中我先问一下 您觉得哪个是在咱们宁乡最有特色的 这我们很少搞错 就是为什么是这个是最具特色的 这个我们这个银行都必备这个菜 哎呀就说的我现在有点流口水 这是我们当地这个呼吸米 然后这是因为含息量多 是咱们宁乡当地产的吗 就是就是这个地方产的 沙田香产的 精心准备了当地的特色菜肴 家宴怎能没有点心 在宁乡沙田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产业 沙田包子 因为为什么说我们来到沙田香要吃这个沙田包子 因为在这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做包子的师傅 有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不仅将包子做到了几百家门店 还做到了澳洲市场 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包子大王 向博士的创世的创始人吴达球 沙田包子有什么特殊之处你能介绍一下吗 我们整个沙田包子的去以前中国的征服的地方 南方城市的包子主要是以森院为主 北方城市的包子主要是那个 经到我们的包子就是森院 又以桥境 那挺难做的这个 吴达球从13岁起就追寻父辈的脚步 开始学习做包子卖包子 九十年代 沙田包子在湖南范围内广泛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沙田的产业支柱 再到二十世纪 沙田包子遍及了全国各地 可以说从吴达球父辈起 就带动了宁乡一大批人加入到了包点行业中来 带动了家乡父老致父 但我记住今天您带了三元爱将过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沙田包子有哪些特殊的手艺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请他们过来好不好 那三位今天要展示什么手艺 最快做包子 最快做包子 你要多快 一分钟有人做到七八个吧 你十秒钟一个最新吗 嗯差不多 那你现在能不能展示一下好不好 一分钟几时 开始 你现在可以先看一下做包子的手吧 因为一会你想要洗一下 快点啊 快点啊 二十五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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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EN 一 一 十十八个折 第二位谁来 你来表演什么 你也不做好准 现在开始准备萌养了是吧 准备好了吗 可以了 开始 了解了沙田包子的记忆 还体验到了手工制包子的乐趣 这边青年学生的 亲手制作的沙田包子 已经上了蒸笼 另一边 家宴的菜肴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装盘阶段 赴宴的河石后人 已经陆续到达 河石的老人们 和青年学生们 围坐在火炉前 讲着过去的故事 从那时候我九岁了 我就跟我妈妈 都在一宿吃饭 我说很多姑姑 叫做胡语明 而且你小孩 就不一定 吃饭的时候 跟妈妈都在一起 叫大人一样 你都在桌上 你就少回家 家教从小就回 逢年过节 或是红白喜事 河石家族 都会有百流水席 办家宴的习俗 节目拍摄 恰巧在过年前夕 此次家宴 也成了河石家族 年前的一个大聚会 在和胜的组织下 为您河石 十几户家人 赶赴此次家宴 与家人欢聚一堂 交流感情 同时家宴 也是河石家族 家庭和睦 淳朴热情的体现 在座的各位长辈们 我斗胆充当一下 这次咱们 河石家宴的司仪 我们还是先请 我身边的最年长的 河映仙 河爷爷 为大家致辞 好不好 我们掌声鼓掌 各位亲朋起友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 参加河石家 曹家宴 代表河石家族发言的 是河石现在的大长辈 河映仙 他也是河淑恒的侄孙 河爷爷先是代表 河石家族 欢迎青年嘉宾和节目组 随后缅怀了先辈 河淑恒 提醒后辈 谨记河淑恒的功勋 从河爷爷的 字字字句句诚恳的话语里 也传达了 河石严谨热情淳朴的加风 感谢各位亲朋好朋友的 多谢 让我们准备更英 开始了 开始了 再把牙筒切换 来 再把牙筒切换 我也再把牙筒切换 来 先来吃饭 再把牙筒切换 你们请到 再把牙筒切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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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子上的就是 我们下的特色包点 在我们的包点里面 还有一个调整经纸 这个经纸就是 里面有一座大黄 意义是什么 起高新大 飞黄澹达 我们这有一位青年 学生吃到了 我夹到了 我夹到了一个 好开心 谢谢 谢谢大家 青年学生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 举杯感谢了 河氏家族的热情款待 非常感谢 娱乐频道的团队 在新军革命老前一半 胡书恒烈士 读取了 感性的努力 我们胡书家族 表示感谢 我就 剩一本这个 软软的小汉这本书 给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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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书 在和氏故居游学了一天 青年学生了解了 和书恒烈士的生平 知道了更多的 革命历史故事 也从与和氏家族 及当地村民的接触中 收获良多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 在他乡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是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荣幸 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发扬 和老的革命信念 就让我们学到和书恒 同志他 切而不舍这种精神 学到他这种 很知识不见学习的精神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不管我们是不同年代的人 我们的爱国情怀 永远是不变的 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历史 是多么的珍贵 让我们知道明天的足迹 我们一定要好好走下去 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找到了一个 好开心 谢谢 告别沙田勺子冲和书恒故居 青年学生宁乡游学之旅 继续前行 下展目标宁乡黄才镇 说起黄才 也许这个名字并不为大众熟知 但说到这里的四阳方尊 人面文方顶 这些国宝文物出的地时 你一定会对黄才这片 古老而神秘的土地 充满好奇与向往 工人前十世起 因战乱大河王率部落 由中原迁往名乡 汤河里地区建立大河国 辉煌的汤河里青铜文明 由此展开 1938年四阳方尊出土 1959年年面文方顶出土 1963年汤河里西州遗址被发掘 2004年汤河里考古遗址被评为 全国十大康库发现 2016年 汤河里青铜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这里也成为了还原汤河里青铜文化的最好载体 青年学生慕名而来 与博物馆卸后一段西州历史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汤河里青铜博物馆 我是讲解员小江 那么世界之道凝乡呢 就是因为青铜器 那么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位列十大全世界国宝之一的四阳方尊 它是一比六的比例来放大的 原物呢现在放在国家博物馆内 那么这个金色呢 其实是青铜器原本的一个颜色 但是由于保存环境和养化等等原因 才逐渐变成我们现在所常见的青铜色 它是铜河锡的一种化合物 是成金色的古人称之为极金 今天我们在这里其实有很多件 都是算是国宝级的文物 让大家能够看到对不对 对 那就请您今天为我们好好详细讲解一下 好 各位这边请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一张方国位置图 那么在图上啊 各位可以看到 商朝之外呢 存在有多个这样的政治实体 那么在商末周初的时候呢 就有一支王公贵族的队伍 为了选择更好的生存环境 也有可能呢是因为战乱的原因 所以选择一路南下到了我们湖南 最终呢落脚到了咱们皇财盆地 这途中还带来了不少 从中原地区带过来的青铜重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青年学生从博物馆的精妙设计中 一点一滴了解了探河里遗址的历史 探河里遗址迄今为止 共发现了商周时期房屋建筑机址六座 其中宫殿区有两座规模宏大的建筑机址 而博物馆的方国都一等展厅 为游客全景展现了探河里遗址的前世惊声 那么现在各位看到这个沙盘模型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河叫做断溪河 这条河叫做黄彩河 都是我们宁湘五星河围水的一个分流 那么我们的遗址呢 就位于这两条河的一个交汇之处 后面那个凸起的地方啊 是原来城墙的位置 它是成一个圆弧形状的 所以我们的专家推测呢 原来的城址应该是以这个尖头这里 为中心的一个14.5万平方米的圆形 但是由于河流改道和雨水冲刷等等原因 才逐渐变成这个2.3万平方米的扇形 从20世纪30年代起 探河里遗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四阳方尊 人面文顶 无论是从造型还是文式 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被学术界称为宁湘同气群 像这边呢这个就是诸形同尊 尊呢是用来成酒的器物 它的这个文式非常的精美 那么它中间这部分呢是中空用来成酒的 这个力鸟呢既是一个文式 也是一个桌手 后面两个呢分别是牛形同宫和象形同尊 宫呢是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成语 宫愁交错 对 愁呢就是行酒的愁马 当时人们要是敬仰某个人的话 他就会用尊去敬酒 尊敬尊敬也就是这样来的 这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两座鬼 四系同鬼和四马方座同鬼 鬼呢是用来放古类食物的祭祀的时候 这个是人面文方顶 它四面呢都有一张这样的人面像 这是全国唯一一件以人面为式的方顶 青铜器是古时王宫贵族祭祀时 用来称酒肉骨类等用品的器皿 祭祀时每件青铜器的大小图纹规格作用 在古时都有严格的标准 其中顶更被视为立国的重器 是政权的象征 可以想象在两千多年前 就有一只皇家贵族在宁乡皇才建立政权 群臣祭天 祈求五谷丰登 丰调与润的长戒 眼前的这件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叫做寿命纹巨形布 它是被称为是布中之王 布王 这个上面是奎龙纹 像有一些很多的青铜器上都会装饰有云霉纹等等 它是体现一个动物藤云家物的一种感觉 奎龙是山海金庄长着一条腿的一个怪物 影经据典 文物和历史也可以变得有趣 妙却恒生的知识点让青年学生对青铜器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除了青铜器展示 在博物馆里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文物互动 在伟厅的一个展台前 摆放着两件青铜器的复制件 一件是脑 一件是边中 倒挂为脑 顺挂为中 这两件复制品为铜制 还可以轻轻敲击它 去感受鼓乐器发出的声音 这就是他们那时候听的打击乐 参观完博物馆一楼展厅 意犹未尽的青年学生们 又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博物馆二楼的三地影院 凝乡历史文化展厅等 运用多媒体技术 按照人类历史的进程 从多个角度 展现凝乡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 参观完探河里青铜博物馆的青年学生 吴不打呼 打开眼界 也对凝乡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觉得宁乡是一个文化传承很深的一个地区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里 去看我们的一些文物古迹 这是我第一次来宁乡 但是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再来 因为这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本期景点推荐 沙田乡是宁乡著名的红色旅游地标 是中共一大代表何淑恒 共和国司法奠基人谢绝哉的故乡 沙田乡距离宁乡县长68公里 从长沙出发约两个小时车程可以到达 黄财镇位于宁乡县西部 因四阳方村探河里土移植等再次发掘而闻名于世 黄财镇距离省会长沙90公里 自驾游游客可以走长张高速公路 在宁乡出口下高速 在沿省道209宁恒公路前往 探河里青铜博物馆 见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对外开放 对历史文物感兴趣的朋友 博物馆可是您的必取之地 此外 黄财水库 千佛洞等 也是旅途不可错过的风景